美方电影海外网海外网8月5日消息,一名中国留学生,因携带了大提琴登机,遭美航连人带琴赶下飞机,而他此前已经为新单独买了一张机票,并和美航确认过了,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美国中文网等报道,8月2日,在芝加哥德保罗大学就读的中国女留学生,胡晶晶,因一单乘美航的航班从迈阿尼返回芝加哥,并随身携带了自己的大提琴,他此前从芝加哥去往迈阿尼的时候,将大提琴放在自己旁边的座位上,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但乘购票前他也特意提前获得美航确认, 为大提琴多买了一张机票,然而,在起飞前,空姐却以飞机太小为由,将他赶下了飞机,报道着,当天,他带着大提琴登机时,并没有被告知不可以,还拿到了安全大延长器,就在舱门即将关闭的时候,空城人员走过来告诉他,飞机太小了,放不下大提琴,他需要离开飞机, 随后,该空城还叫来警察,原因是胡晶晶不可理解,就在胡晶晶推着自己的大提琴下机时,该班航班机长却声称自己被大提琴挖出血,虽然胡晶晶并未发现这名机长身上有任何伤痕,胡晶晶回头给机长拍照,机长居然比出胜利手势,还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下机的理由, 他在下飞机后,要求看相关的规定,工作人员递给他一份打一把的规定显示,第一小提琴和小提,请不能带上飞机,而大提琴必须被放在飞出口处的座位上,并且舱门没有限制。 另外一名乘客桑迪说,在胡晶晶下了飞机后,一名男士和一名女士坐在了此前胡晶晶和大提琴的所在的两个座位上,其中一名是持着头等舱机票的乘客。 胡晶晶在下机后,被告知下一个航班,也是同样的七三七机型,他们下一个航班我仍然无法乘坐,之后,美航为他安排了第二天一个大点的飞机,航班调整导致胡晶晶必须注意天旅馆,而工作人员告诉他,去的价值酒店,还闹了一次乌龙。 第二天,胡晶晶终于返回芝加哥,感到精疲力尽,她表示,不确定会不会再次带着大提琴上飞机,他们会再次把我踢下飞机吗? 我很担心,胡晶晶说,他们并没有把事情处理好,我后来没有接到美航的任何电话。 事发后,胡晶晶的丈夫在社交平台,脸书上发文记录了她的经历,目前已经被分享超过1600次,随后,美航联系了她的丈夫,趁会深入调查此事,美国中文网报导着,美航之后发出一份声明指出,是沟通不了导致这次事件。 美航已向胡晶晶道歉,却为她安排达成第二天的班机会芝加哥,美航提到,客服会直接与她联系,本期见识编辑周玉华。